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熬过去了 我们就结婚吧 我不需要你的头像是我 也不需要你朋友圈的背景图是我 跟不需要弄得人情皆知的 因为这些东西 无法衡量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而且 这些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东西 真正的爱 那就是你心里有我 有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会想到我 看到搞笑的视频 也总想着先发给我 用这情侣头像又有什么用呢 无非就是告诉别人你搞对象了 可真的有一天你换成了单人头像 别人就会说你分手了吗 其实只要你爱我 什么都是例外 有没有这些东西真的无所谓 只是希望以后上街 我能够一直牵着你的手 让你安心地跟在我的身后 让我带着你去吃好吃的 带你去玩好玩的 带你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哪怕相同的事情 哪怕枯燥的事情 都会显得很有意义 我会带着你过马路 带着你去认识身边的朋友 带着你 去我去过的所有的地方 一滴恋嘛 都很辛苦的 过了这个几年之后 我们就给天天在一起了 谈一滴恋是很累 但是跟你在一起 只想跟你一起变得更好 希望 我们以后在大街上 碰到老朋友 他们会惊讶地说一句 哇 你俩还在一起啊 所以 熬过去了 就好了 我们以后